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姆你好 你好 编理你好 对 我想现在大家关心的 如果观众朋友你有在看我们的优势焦点新闻的话 每天的体育几乎都是环绕在NBA的冠军赛 那西区的冠军已经产生了 就是咱们的荆州勇士队 12比0 横扫对手 对 打破了历史的记录 对 如果在这种西区冠军赛都能够横扫对手的话 那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很多跟我一样 对今年的总冠军也是抱持的很大希望 一定要一雪前起 没错 就是最终的对手 这个Warrior 不是Warrior对上Cavalier 就是众目期待的比赛 对 那相形之下 我们看到这个美东的这个东区冠军战 这波折就比较多 没有横扫 拉拉巨巨来来回回的 那这个 但是呢 我想大家对于这个骑士队 其实我个人来讲也蛮希望骑士队 能够再跟咱们勇士队一拼高下的 这也是我们勇士队一雪前池的好机会 对 这个是万众期待 大家就期待他们两雄 再来一战 到底谁胜谁负 对 那咱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西区跟东区冠军战当中 我觉得除了勇士队跟骑士队 我们就先不提了 另外两队像是Boston Celtics 还有这个Saint-O'Neill Spurs 马赤队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老牌的球队 而且就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值得尊敬的球队 没错 可是呢 这个Celtics在主场 两年半 对 而且呢 输得很惨 被所有网路上啊 这个球论评论员啊 各种漫画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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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屁股 打那个 这个 这个 非常的 嘲笑 非常的讽视 对 但是呢 那另外再讲 我们讲那个绿山军讲以后 讲了黑山军 这个圣安东尼奥马赤队呢 他们今年打的其实我觉得持平来讲 他们的表现没有这么的好 但是也有很多让人很感动的地方 对 那当然他主要原因是主力球员 这个 Leonard的受伤 当然是关键 对 但是这里面最感人的一幕就是在这个39岁的老将 Manuel Genopelli 对 他今年很可能是在最后一年打马赤队 15年以来 只有效力一个球队 就是马赤队 跟那个教练 Greg Popovich 拿过四次NBA的总冠军 在最后可能他生涯最后的一战里面 那个教练对球员给予充分的尊重 第一个让他五辅先发上场 对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在2分48秒 球员场球员欢呼站起来为他鼓掌 让他荣誉下场 这个都非常感人的一幕 这个教练对效忠一辈子的球员 给予充分的尊重 给他充分的尊荣 就是非常觉得很好的一个行为模式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说 近年来美国的职业运动 其实都蛮商业化的 嗯 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教练 或者说是球队的owner 对球员之间的互动也好 嗯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只看这个战机 那还有看球队一些商业利益 买来卖去的 对 但是像James你刚刚提到 说Tenoboli他待了15年 就让我想到先前那个胡人队 退休的Covid Bryant 就是像这种你持续待在一队 从一而终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少 而且能够跟这个当初挖掘他的教练 能够建立这么长时间的关系 没有说明星球员跟教练 有时候会格格不入会翻脸 这个叫伯乐是千里马 千里马就为他的主人 充分效忠 主人呢也善待他的球员 给予充分的尊重 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他温馨感人 球迷起立欢呼 非常感动人的一幕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 会不会有观众朋友觉得我们比较老派一点 但是我觉得运动精神 其实也包含像这种互相的尊重 还有风度 还有像是团结等等 而且讲到这个团结呢 又免不了提到我们的荆州勇士队 我觉得荆州勇士队在这个方面 今年有这个Kevin Durant加盟之后 虽然他本人也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有很多人在抨击他 包括他的老东家 他的家乡的球迷在内 但是呢截至目前为止 我觉得勇士队不管是教练也好 球员也好 他们那个团结性 将士用命的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 我们要非常正式 就Kevin Durant 抛弃了九年的雷挺队 对 很大的压力 加盟荆州勇士队 他的梦想 要完成NBA Champions的之梦 对 那他带了这么大的盼望 来参加荆州勇士队 他是充分信任 我所参加的球队 我的教练团 能够完成我的梦想 那教练团呢 也不负众望 没有失心 从这个Steve Kerr 背痛之后 把掌管兵符之大权 交给Mike Brown Mike Brown 做过Sport的助理教练 也做过骑士队的总教练 防守赫赫有名 有他要防守的体系 所以由他来掌兵符 我觉得呢 更能够达成Kevin Durant的梦想 就是说 球员把信任给了教练团 教练团也把完成重责大任 背负在身上 团队的合作 共同完成梦想 对 而且您谈到这个团队的合作 我觉得值得一提 先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曾提到过 像Kevin Durant加盟之后 很多人对于原来勇士队的攻防体系 会不会被打破有点怀疑 特别是像是原来那个Splash Brothers Clay Thompson 好像常常就被忽略 他表现也时不时会失常 但是呢 好像在几场比赛当中 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几个人 就是互补 Kevin Durant 或者说 Steven Curry Draven Green Clay Thompson 那他们不管谁表现好 谁表现不好 另外人都能补上 而且甚至面对外界职疑的时候 他们也会相互的来力挺对方 就是说他们整个球队的团结和谐的气氛 并没有因为有一个单打独斗的高手加入以后 而有所改变 对 所以看出他们这个助攻的成功率 助攻的球数 尤其在这个几个明星球员 有一个突然失常以后 对 那球自然就会到另外一个球员手上 让他发挥 所以他们团队的合作呢 几乎不分彼此 打胜是唯一的目标 对 其实前两天的那个退休的刚刚讲的 Kobe Bryant他就曾经做了一个球评 他就讲这个勇士队为什么难打 因为他不是说你要看那个持球的球员 他说你持球的人以外 其他四个人在跑动 他们空手也是随时找进攻机会 然后等于说你的对手变成防不胜防 那这样子我觉得说 真的是要团结 而且是要没有私心 就拿刚才我举的例子好了 如果Clay Thompson 他对这个Kevin Durant 他心里有一些这个戒递的话 也许他们彼此的默契 就没有办法打到这么好 对 那就最近这个勇士队呢 4比0横扫了这个季后赛之后 Spur之后呢 他们有个共同的反应 就是Kevin Durant 已经完全融入 这个Warriors攻防体系里面 完全融入 没有割合 没有借替 所以打出完美的篮球 对 那在讲到这个东区方面 还有一点点时间呢 东区呢 当然我们知道 今天这个骑士队跟Celtics呢 他们就要分出高下 那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骑士队应该是站上风的 但是Celtics 在整个的东区冠军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也表现出了 相当好的运动精神 没错 这个第三战的时候 特别让人 让人这个跌破眼镜 因为赛前 大家都是这个 这个Celtics被2比0横扫 对 那回到主场 回到这个勇士 这个Cavalier的主场之后 大家说 大概没机会了 没想到这个所谓人柱天柱 就是在最后0.1秒 三分球的一个外线 Breadley 居然那个球在栏框上跳两下 居然还进去了 我们常讲 运气之外 可能上帝是手 要拨一拨才会进去 真的很难 对 尤其是这个Celtics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敬佩 他们的主控 Aisha Thomas 你说175公分 可以远头可以近切 然后呢 他先前妹妹突然过世 打击之下 他一直打到他 他的旧伤复发 没有办法再战 但是他们的球队 仍然继续地往前冲 还有像这样的逆转胜的情况 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 人只要永不放弃希望 永不放弃 继续坚持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很可能就反战战局 所以我们常常要讲 就是这个Celtics的 第三战的反败为胜 可以作为很多 我们给我们人生的启示 对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些球星呢 他们的表现 也值得我们来借金 那包括像讲到 LeBron James 他上一场比赛 他前面其实也很失常 很早就打到私事犯规 但是他还是一样 不动声色继续打 然后在最后面一截 我记得 他好像是单截得了15分 就带领球队反白为胜 对 就被取得3比1的领先 就是听牌的地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球员把那股气 信心不放弃 放在心里面 那看到机会可能就反白为胜 战局就扭转 是的 那我想NBA的这个系列在呢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其实也是在这些 我们日常生活 人生方面 可以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些 鼓励 一些借金 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也谢谢James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再见 观众朋友们 by bwd6